強風狂笑十七級瞬間陣風襲擊 荷環山 很等你倒耶 不要撐了 不要撐了 鐵皮常駐在強風中撐不住 左右搖晃 松雪樓游客中心 鐵皮屋頂也被吹飛 颱風還沒登陸 超強風力荷環山氣象站 上午八點就測得十七級瞬間陣風 更刷新戰史第一的陣風紀錄 這是打破2008年建戰以來的紀錄 也打破在2021年原歸颱風 十五級強陣風的紀錄 武嶺庭磚瓦被吹落 監視器跟拍下 有騎士冒險上路 一路走走停停 摩托車還差點被吹到對象 監視器盡頭軍不敵強風 斷線故障 讓在線網友已整哀嚎 甚至連武嶺庭車廠 繳廢機也被硬深深吹垮 而物社也掀起強風 農會外棚架破損 像是破布斑覆蓋 翠峰休息站 殘商們也在強風之中 冒雨善後 那麼多年 我們在這邊一二十年 這次最嚴重的都變起來了 定型產業道路 吐石流大小石塊 清洗而下 從九十五線泥水沖刷覆蓋道路 還發現碧綠泥隧道 大量吐石完全阻斷出入口 康瑞颱風下馬威 強風圈風場紮實 紫報道發白 空步強風也在南投寫下紀錄 接著張維強裡面 冰武彭馨 南投報導